如果闹钟声音太大或太刺耳,可能会对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过度的噪音刺激可能会导致心率加速、血压升高等生理反应,这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的风险。 因此,为了避免过度的噪音刺激对身体的影响,建议选择舒适的闹钟声音或使用其他提醒方式,如震动或光线等。 如果闹钟声音过大或过刺耳,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因此需要注意适度控制声音大小和闹钟类型,以确保良好的睡眠和健康。 此外,被闹钟吵醒也可能会对人的睡眠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睡眠是人体恢复和调节的重要过程,长期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包括心理和生理健康。 因此,如果您经常被闹钟吵醒并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建议调整您的睡眠习惯,尽可能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并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 有一些睡眠和心脏问题可以与闹钟使用相关联。 举例来说,心脏病和中风发作通常在早上发生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与身体处于清醒状态和心率加速有关。 因此,在这些情况下,过于刺耳或不适的闹钟声可能会加重症状。 此外,睡眠质量差可能会增加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而过度使用闹钟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长期使用过于刺耳的闹钟声音可能会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一项对近200名学生的研究发现,睡眠不足和睡眠质量差与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发生有关。 因此,过度使用不适的闹钟声可能会加重这些心理问题。 此外,闹钟声也可能会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过于刺耳或突然的闹钟声可能会导致人们感到紧张或情绪不稳定, 这可能会对日常生活和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选择一个舒适的闹钟声音或其他提醒方式可能会更有利于保持身体和精神健康。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闹钟使用会导致猝死, 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会对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建议选择舒适的闹钟声音或其他提醒方式, 并注意保持充足和高质量的睡眠。 猝死是指在健康状态下突然死亡, 通常发生在一小时内,大多数是由心脏问题引起。 以下是一些可能会导致猝死的日常习惯。 抽烟,吸烟会损害心血管系统, 并增加心脏病、中风、猝死等健康问题的风险。 饮酒过量,长期大量饮酒可能导致心肌病变, 心率失常等心脏问题,从而增加猝死的风险。 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会导致身体逐渐衰弱, 心血管系统功能下降,从而增加心脏病和猝死的风险。 长时间久坐,长时间久坐可能导致血液循环不畅, 增加心脏负担,从而增加心脏病和猝死的风险。 高脂饮食,高脂饮食会导致动脉硬化和血管狭窄, 从而增加心脏病和猝死的风险。 长期压力,长期处于高压力状态会导致身体机能紊乱, 从而增加心脏病和猝死的风险。 情绪激动,情绪激动会导致心率和血压升高, 从而增加心脏病和猝死的风险。 因此,为了减少猝死的风险, 我们需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戒烟,限制饮酒,适度运动, 减少长时间久坐,控制饮食,减轻压力, 保持情绪稳定等。 感谢观看